我們繼續往下來看一下 剛剛這個地方我補充一下下 就是我剛剛這裡有提到 當你射完遮罩之後 上面那一層遮罩 有沒有發現眼睛自動關起來 你如果再把它打開 是代表你要編輯它 可是你要有作用的時候眼睛是要關掉的 為什麼 因為你只是要借來遮住它 你自己不需要顯示出來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你不要想說 怎麼突然不見再把它打開 這樣反而沒有效果 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OK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要來做動畫了 因為我們在這裡 是不是Logo會從怎麼樣 從一邊跑到上面去 你看這個動畫有做哪幾種屬性 第一個 有沒有位置上的移動 我們有沒有從這裡 跑到這裡來 位置上的改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有沒有大小這樣的變化 是不是也有 所以它做了兩個屬性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怎麼做 你看 針對Logo 針對它做 可是你想看看 我如果現在把Logo一拉開 怎麼有人掉在後面 所以你記不記得 我們以前有第一堂課 電子報的時候 有一條豬米巴 叫做Parent 副成 那個電子報上面不是有影片嗎 我在移動報紙的時候 影片就會跟著動嗎 所以我們可以告訴它 現在要麻煩你遮罩 要跟著我走 所以點到這個遮罩 有沒有看到它的注意吧 叫它跟著我走就好了 放開 來 那我針對Logo 我們所做的 這五大要素裡面 只有一個不會跟著做 這誰 透明度 可是我們要做透明度變化 我只有做位置跟做報 對不對 所以就OK 那我們現在就針對它 來 我把位置 一開始我希望 我們拉動看看 有沒有發現這樣就不會落高了 對不對 因為它已經 跟著它走了 所以我都一開始在這裡 好 然後呢 OK 等它進到這裡來之後 我準備位置跟縮放 都要開始做 往後退 往後退 好 到這裡 拉動 縮放 這樣是不是就完成了 這邊移動 有沒有 這樣了解 所以 主要我們就是像這樣子 經過Parent的屬性 最後你就可以做影片的輸出 影片輸出 我們已經講過了 這邊我就不重複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範例 它最主要的 就是第一個 你的連續圖長 要會會進去 第二個 你如果要擬變 你的速度 怎麼跟著改變 再來很重要的 塗層遮塞片 剛好呢 你們在Forechel 沒學過這種方式的 塗層遮塞片 你也可以順便學一下 因為在A裡面 它也有連用這樣的概念 最後就是我們剛剛的 你要它跟著走 我們就是用Parent的屬性 這樣 應該比較了解了吧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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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謝謝